下雨的北港鎮 已经淹水的文人路 你看 水的福利 让路边机车倒成一片 有轿车在淹水的街道上 试图前进 镜头之机 从街道来到车道 水铺往地下停车场流去 民众涉嫌想下去查看 当时停车场内的车道 已经出现积水 下层机械车位开始往上升 从水中脱困 也就是说 有车辆真的来不及开走 已经灭顶 民宅地下室遭殃 在北港香客大楼的阶梯 也被水铺突袭 不只棉被 还有红楼或沙包 反正能挡的全都派上用场 一场雨让北港人忙翻了 还得把孩子们送回家安顿 因为北港率全国之先 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停班停课 应该排水的功能 是还算正常的 只是因为短暂的急速暴雨 造成了淹水状况 强劲西南气流 光是二号凌晨到下午 北港就降下两百三十四毫米的雨量 一度要升 降雨累计全国前十大区域 成了北港香榭的眼中 近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淹水灾情 Senshutoria 三居小组 运营报道